另外看到新城乡的青年住宅 近日是已经完成交屋 为了要了解住宅的居住品质 以及交屋完成的状况 华丽县议会的建设小组 八日下午则是前往现场会刊 而议员们也提出建议 期盼让这个住户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现在向北五川青年安心住宅 青年完工了809户的优秀青年 即将在10月底交屋 而青年住宅809户 议计人口为1953人 为了了解交互的重大问题 欢迎现场会建议小组 赵俊仁黄兴 二赵黄一南 现场正宝秀张美惠 迭布时代林远复 现场下面代表会主席陈秀琳 现场下面代表陈波昌 并且前往青年住宅来听取简报内容 赵俊仁黄兴 现场正宝秀表示 由于还没有成立管理委员会 公社提供一般人来使用 未来会造成重大管理安全上的问题 关的 它的公共设施的部分 相关的非常的重要 除了它停车场之外 还有外面的公共设施 游泳池 球场 那等等 那将来对这个整个社区的一个使用上 一定是在各方面的三星运动跟书展方面 对这些住户都有很大的一个协助 跟影响 但是我也看到县政府对这个公共设施的部分 它的游泳池或者球场的部分是县政府的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那做完成之后 虽然也提供这整个社区使用 但是也提供外面的人来做使用 相对的我们可以抑制到将来整个设计 这800多户里面 这个管理上 这个公共设施的部分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希望县政府要去落实 包括它的管理委员会很重要 那因为以前县政府所补助建制的 像我们吉安的签名国宅 到现在管理委员会没有办法成立 没有办法去做适度的一个管理跟维修 这个是非常大对社区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建设小组今天特别来看这个 我们全台首创青年住宅 而且是我们花田县政府一个很大的建案 但是也我们非常关心 比如说光辉的成立 我们也要找一些热心的人士来帮忙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的 可能某些方面有些小缺失需要改进的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 我们建设小组来这边视察能够有所改进 希望建设和建设这边能够帮忙 我们将进入的那个住宅能够有所改善 赵警员黄新表示 花田县政府新建青年住宅 投入相当多的预算在这里 历经6年的重大新建案 10月底即将交屋 住户之间也有相当多的疑问 以及未来管理上的问题 希望花田县政府应该多用点心 花田县县会建设小组也会持续站在建筑的立场 让安心青年住宅 住的品质能够更加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